你覺得他們吵架距離很近嗎? 哈哈哈哈 其實下一秒就會 我不聽到 哈囉大家好我是Nikki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嗨 又來到我們的合作時間囉 很開心 我們已經睽違大概六七個月以上 就是沒有問題了 好像有喔 對 我們今天呢會給阿倫 然後還有跟大家一起觀看 就是2020年我整理的下半年度呢 最火紅然後呼聲最高的三部 必有泰國 對對對 那這三部呢 是大家播完之後呢 或是在播的時間內 大家都是非常人氣的火紅啊 然後挑戰度很明高 小哥哥好帥喔之類的 對對對對 好那第一部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以你的心全是我的愛 喔他就生這個名字 他就是種那種 冷清的感覺 對對對對 就是有點不大一樣 我們就一起先來看一下reaction的部分 好 欸為什麼是中文啊 是中文嗎 他那個黑板上寫中文耶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重新看一下 還是他翻譯把它改過去了 不是吧 對啊 而且中文 喔 他應該是在學習就是漢語的漢語 學習的漢語 對對對 環波藝術為什麼 是寫中文 是寫中文 哇是高中社的故事啊 這是宮殿的那個神關嗎 嗯 就把泰國的八家酒這樣 對 敵人 其實長得不錯耶 很清純 這個長得不錯 很清純 這個長得不錯 這個長得不錯 我的菜 這演技 哈哈哈哈 就是有點生氣不生氣的感覺 是嗎 是男生巧嗎 你根本就是誰 還不認識吧 啊這個真的真的蠻帥的 左邊蠻帥的 對 他不是在準備中文嗎 也是有中文考試 對啊 就是從敵人 然後變成 就是慢慢變 嗯 但是我覺得他的畫面 呈現的是不錯 對 是好看的 有沒有那種那一天我們就是 一起度過的那幾個夏天那種感覺 哈哈 很清純的那種感覺 很清純的那種感覺 欸為什麼我又多了一個 這是誰 你有沒有認真在看 我好認真在看啊 但旁邊怎麼又多了一個 嗯 遙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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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 這感覺還是太曖昧 曖昧的臉而已啊 就是沒有到很激情 他們就是不能一開始 他們應該不是從那個遲度,就是狂熱的那種感覺 還沒感覺 是嗎? 這只有五集? 對啊,你覺得五集應該受不了我了是不是? 對啊 就感覺他的故事開蠻大的 那一集應該有一小時吧 因為我們在那邊看 在那邊看 在那邊看那時候是大 但是沒有看 在那邊看那邊看 幹嘛?你幹嘛笑? 我很專注耶 因為我覺得他的畫面 誰會互相在那邊浪斯給對方 你覺得有點太過於深情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點突然有點無法接受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有一點太未戲而戲 對 對 對 可是我覺得他的畫面是 是那種很像電影的那種 對,他的色調 對 而且我覺得他是願意拍很多 就是 大 就是怎麼講 戶外大場景 大場景的那樣子 裡面真的是 是哪個真的長不錯 還蠻帥的 是你喜歡的碰巧 對對對 我覺得不錯 兩個也都長得蠻好的 很多人就會說是 太古劇最高的水準 有非常多人會說 有啦,感覺出來他那個色調啊 拍攝手法是蠻細膩的 就是跟之前比的話 就是有點媲美那種 然後他比較沒有再搞笑的感覺 他就是真的是走劇情 因為像其他都有點搞笑與有趣的元素在裡面 就是會有一些灰鞋 對 有我的那種 校圓風格啊 然後有一點就是 Mind on the 綜藝的效果 在裡面 對對對 那這一部 很多網友就是大家為什麼力推他的原因 其實蠻特別的是 很多 VL太太劇 大家都是說 啊真的CPR 真的CPR之類的 他們這部劇 就是拍攝的手法 跟呈現的那個 就是細膩的那種劇本感 讓大家非常喜歡 對然後所以呢 這部是第一部 然後也是 算是黑馬吧 我覺得是2020年就是 突然爆紅的那種 很爆紅 播完之後就一瞬間就咻這樣子 開紅盤 暫停這樣子 對對對 好 那再來呢 第二部要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羽愛同居2 那羽愛同居1 就是之前你有看嗎 有我有一點印象 對對對 就是那個 兩個人宿舍員2座區 那第一季就是有點像是 他們兩個人就是 從交惡 然後到 後來是成為伴 對修成正國 第二季就是他們七年過 他們已經交往七年 同居七年之後 我們會發生什麼事 同居七年夫婦 會發生什麼事 想不應該是蠻精彩的吧 哈哈 就是那種青年之養 會像泡菜摔別人的臉 不是因為小三之類 對對對 應該有 我感覺會有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 嗯 啊 嫁給他 不然一起嫁給他 lagen sadece 只要絲 說話 果然才上下來了 就是 這真的是比較有寫實的情侶關係 這樣才好看喔 對 男生就是這樣 不像吵架距離很近嗎 其實下一秒就會 床下吵架然後床上和好那種感覺 有了 你說的綠茶表弟應該是來了 心機難來了 三弟 他就是三弟 勇敢在乎 站屁 不是應該要譴責他嗎 不要亂講 追愛啊 你看 他這樣很過分耶 這樣人家查理然後把人家的合照給開起來 真的太欠揍了 這個小三有點不行 小三的套路好像一直以來都這樣 是 不是 真的是不會 有狗血成分在裡面 你要知道他可是算是太子界的尺度良心 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因为又是孜孜 而且是眼睛交往七年的孜孜 所以一定甜蜜啊开车啊漏漏的画面少不了 下给他 好感人哦 他一定不一定会答应啊 快点把他拖走 高声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带比较写实对不对 对这个我就比较喜欢 而且我很喜欢他把就是一些时事议题也拍进去的感觉 就毕竟能不能结婚也是大家在探讨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且他原本就是可能比较 也可能他的个性比较在别人的眼光 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他可能觉得我们两人相爱就好了 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或是跟我们不熟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 没错就是把一些比较现实的东西加进去 我觉得我蛮喜欢一部剧有这样的元素 就可以探讨的东西跟现实面有做结合 没错所以这部会比较喜欢 不会像以前可能就是甜甜的校园剧这样 因为他们已经脱离校园了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算比较符合就是现代人想要看的另外一种提奶 就是不像不是那种青色的谈谈小恋爱的那种感觉 他们夫生本来就很高 因为从第一季累积好评 然后加上他们真人都非常的自立体感这样的种 对所以就是大家都喊着就是戏里戏外都可以结婚 那种感觉 对 那第三部呢 要跟大家讲的呢 也是推荐的是王者之名 哦 听这个剧名 听这个名字呢 就知道他应该不是校园的那种甜蜜剧的 对那他是讲述一个老师跟一个就是法医的故事 因为有一个中间人然后死亡 法医在结果尸体只要发现他不是自杀 他是他杀 就是有影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点可能叠对底啊 或是有点怀疑对方 然后或是想要导致真相 那我们就先来看剧高片的部分 你爱的那个山海啊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就是空拍景这么多啦 我只是觉得刚刚那个两个人画面这样还好 这看起来就是有点成熟的 演员比较成熟一点 对感觉 稍稍粘一下 对 首领代表 这样比较好 小心弄太多了 有枪哦 对 对 变对变 对 就是這樣死者好像不像死者喔 我覺得這屍體可能要就是處理再細緻一點 這是監獄嗎 對 拘留所之類的 所以他們是互相懷疑又互相相愛的感覺 應該是懷疑 這個蠻帥的阿 老師比較帥 齒度也是 很髒 我現在看到山手我就會一直想到你 這緊張蠻帥的耶 意料之外的那個配料 好 還有雙手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一個是 所以你是不是比較喜歡老師 我比較喜歡醫生 醫生 對 他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他們現在他們後面是有一點點就是 就是 反正他就是要留謎底 然後讓大家 可能發現他的秘密之類的 對 就是可能他的有雙重身份 對 或是留一個伏筆 很多字都買這樣 欸因為就是懸疑劇的 讓你心癢癢 對對對 那你現在這樣三部都看完之後 你覺得 你自己最推或是你最想要 真的直接衝去看劇的是哪一部 你只能懸疑過了吧 好難喔 有沒有這一次我端出來的是 真的是大家不要選最喜歡的 所以三部都很難選 那我就憑直覺選好了 我應該會選第三部 王者之明 真的假的 因為我本來就愛看懸疑劇 對 我愛燒腦 然後還自討 對 雖然他就是懸疑部分 感覺有點微弱 但是 還在可以更進步一點 對還可以更進步 但是好像還不錯 那你咧 那我自己的話應該 我應該會先從那個 音樂心 詮釋我的愛 噢 因為我雖然也是對於 校圓劇很膩了 但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他裡面的色調跟筋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他可能 會帶給我一些 不一樣的感受吧 對啊 說不定 比較內心的那種感覺 嗯 可能會恐怖吧 期待 期待你的分享 對 我如果之後 就是大家有喜歡什麼的話 可能可以做那種全集的reaction 給大家看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0年下半年度 討論度 呼聲度 人氣最高的三部 BL太劇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也是裡面有喜歡哪一部 或是你們支持哪一部 或是你們三部之外呢 還有肉王之餘 我沒有介紹 你們也很喜歡的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跟阿倫呢 還有另外一支 BL韓劇呢 會放在他的頻道 所以大家看完這個BL太劇之後 一定要記得來看 轉頻道他的頻道 照片去看一下 對 就是BL韓劇的部分 有非常多可愛的小伴 對 幫大家整理好 而且都是甜甜的喔 對 就是 撒糖不用錢的那種 小糖水 小青青 對對對 好 那最後呢 也不要忘了要幫我們兩個人的影片 按個讚 然後還有訂閱我們兩個人的頻道 還有Instagram喔 都放在下面 大家趕快去追蹤起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掰掰